老爷 老爷 怎么回事呢 一会儿还给你拿吃的 老爷 你毛怎么变长了 你谁啊 喂 我问你话呢 你谁啊 您呢 你是阿姨 你画行了 我画行了吗 我画行了吗 我还可以说话 你怎么 吃了你 是 刚画行就想把我吃了 报复心那么强 就你这点先例 逗得过本大爷吗 喂 你 我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好像 是一颗水凝兽的蛋 水凝兽 水凝兽 那是什么 水凝兽你不知道 水凝兽乃是我们九州八荒最补的灵药 他们的灵丹是大补之物 可以修复破损的内丹 还可以补充百年先例 皮可治外伤 骨可治火伤 连指甲都能入药 可惜水凝兽一族在齐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 居然被我在静谷发现一个 这么厉害 小师叔 那你要把他吃掉吗 我怎么可能把他吃掉 要不然 把他送给凤一爸 说不定他还能提前醒过来 时辰已至 速速离开 时辰到了 小师叔 我就先走了 等你的蛋付出来我再来看你 那个 回 回信来了告诉我 好 那些先手都是怎么把蛋付出来的 说要抬轿吗 小家伙 那个 我也是第一次付蛋 没什么经验 但是你的先单对我很重要 一呢 你能救凤影 二呢 我跟华叔殿下的未来 就压在你身上了 所以你要好好加油 跟我一起 把自己孵出来 好吧 但是今天好像也不早了 明天再努力吧 睡吧 好像那些当娘的 都喜欢把蛋窝在最暖和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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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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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好 兄弟 都那么久了 你怎么一点动静都不疼啊 算了 再泡会儿吧 轻衣这卤肉做的倒是挺好吃的 凤尹成绩那么久 一醒过来就吃一颗灵丹 会不会太清淡了 卤味蛋腌制技法 八角 搁里头 桂皮 一盘 香叶 搁里头 胡椒 没日了 泡一泡 等你破壳之日 我就可以拥有一颗卤味灵丹了 下午 我们下午 打坏的 屁